很可怕 很恐怖 有甚麼那麼可怕 看看畫面 一道門、兩道門、三道門 總共四道門 港鐵飛掉車門事件 今早9時多再度發生 示範在油麻地站 一駕駛往中環 正在埋站的列車 跟車頭位置 四道車門都移位 畫面所見 其中兩道門斜斜地飛掉了 另外兩道門直接橫躺 攝攝車身和玻璃幕牆之間 可想而知 撞到車門的力度有多大 據了解 當時有七百多人在車廂內 港鐵即時疏散乘客 據報有兩人不息 其中一人要送院 幸好今天是星期日 乘客在車廂內 不用迫到黏住車門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雖然如此 在場的乘客都說不勒不快 很離譜 車門都可以掉出來 應該要加強一些管理 港鐵那裏 如果是這樣的話 不行的 做保養做得工人 很恐怖 怎麼恐怖 站在旁邊的老婆都受傷了 如果繁忙時間的危險 我們現在身處在港鐵油麻地站的 荃灣線越台 現場所見 周圍都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不讓其他乘客出入 而我們也見到 有不少工作人員 包括港鐵工作人員 消防和警察 在處理事件 只見職員走落路軌 初步檢查路軌的損傷 也有職員運來大批木方 搬落路軌 究竟有甚麼作用呢 車子下了底 本身應該在軌道上 出軌道下了底 你要將車架高 放上路軌才能走得到 這麼離譜的飛脫車門事件 2021年底才發生過一次 當時是另一邊的車門 成因說是廣告牌鬆脫 撞到車門鎖匙 但今次呢 飛脫車門在玻璃幕門這一邊 出事原因又是甚麼呢 看回出事後曝光的這一張相片 見到出事車身明顯傾側 右邊貼近幕門的車頭部分 還明顯有碰撞損壞的痕跡 究竟出事原因懷疑是甚麼呢 戒機會就是撞到外面 撞到外面都有兩種 一個就是隧道之間 突然不知道有甚麼 好像之前講過牌 是一種情況 但是那個都是撞到一兩道門去到盡 應該難以發生 就是幾道門全部掉下來 所以另一種就是出軌 出軌 就變成車不走自己的軌道 就會撞到隧道裏面 本身的信號設備 可能排水等等的設備 那就有機會一掃這樣掃過來 幾道門都會掉下來 我自己的判斷 應該是出軌的機會是最大的 蛤?出軌? 感情不可以出軌 地鐵更加不可以出軌 雖然這次沒有人命傷亡 但都構成很多不便 全溫線 禮景至左燈站要暫停服務 各站的接駁巴士站都大排長龍 乘客都怨勝在道 我覺得是一撇混亂 是時間長了些 明白的 是煩些 分枝無溪 為甚麼呢 因為你做不到事都是要加價 就好像你家的工人不做事 但他問你加薪 究竟出事原因是甚麼? 何時才可以修復? 還52時半 港鐵代表才在現場交代事件 今天早上大概9時30分左右 一架全灣線的列車 往中環方向的列車 當他進入油麻地站的時候 我們列車的車長聽到一些聲響 而列車進入了越台之後 兩卡進入了越台之後 亦都停下了 而調查工作不同的範疇 我們都會看 包括了車入站的時候 它停下的時候 究竟是用的原因 以及究竟整個機制是怎樣 另外當然也會 找回車長的資訊 初步看到 有列車 我們列車第一個 第一個車廂 第一卡的第一個轉向架 稍微偏離路軌 另外我們也看到 在路軌旁 是有一些設備損毀的 慢著 轉向架偏離路軌 即是甚麼 是否即是出軌 我們再求證 曾經是港鐵工程師的 立法會議員張欣宇 轉向架 其實就是列車的 你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車輪、驅動系統、制動系統 其實都是連接著轉向架 簡單來說 所謂轉向架 偏離路軌 其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出軌 就是車輪、車輪離開了路軌 為甚麼會出軌?誠恩未明 那甚麼時候才可以修復好 明天大家都要上班、上學 怎麼辦 其實大家看到 現在我們的車 都在月台那裡 我們工程人員 待會完成這個 我們都會繼續下去 進行復修的工作 在修復時間方面 都要進一步去 再看看修復的情況如何 我們要看一個較長的時間 才能修復 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再通知大家 港鐵近年事故 一單接一單 不方便還是事小 乘客安全才至為重要 你說怕不怕 怎麼都是怕的 怎麼都會去避開這些位置 避不了 是 搭少些